接着带您来看看这个景象这到底在哪里呢 这是在嘉义 嘉义这边呢虽然说政府是推行了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但是呢却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原来是因为啊民众之前就是在垃圾车要来的时候 都先把垃圾放出来再接脚啊还有这个电线赶下头 让这个垃圾车可以收 但是却也引起了这样子的怪象 让这个垃圾车的这个服务人员呢是边手边骂 这样子垃圾不落地 是不是垃圾不落地就把阿桑听不懂 手上的垃圾随手一丢 接着转身就走 原来眼前这沉堆的垃圾就是这样来的 不止这里沿路开车 每一处街角电线杆下面 垃圾堆得跟小山一样 这是嘉义市胡子内路 原来附近居民就是这样倒垃圾 通通堆在路边 垃圾车来了 清洁人员得沿路捡垃圾 整条路都这样啊 对了 整条路都这样 一座座小垃圾山 连大型草席跟床垫也都丢在路边 清洁人员边解边骂 因为放眼望去真的是买件垃圾 政府推行垃圾不落地 但这里却是垃圾都落地 沿路两旁堆垃圾清洁人员 沿路捡这种夸张的场景每天都会出现 臭烘烘的垃圾街很多住户都很受不了 加强派击查人员去击查 如果发现违规的市政 我们会依据废弃清理法